逆剑狂神第七千五百四十一章,我还没出手,你就败了。 三,天阳神族的那些人都怒了,竟然敢说他们玄武师兄,是无名之辈。 找死吧!杨玄武怒及返效,你就是那个林无敌吧,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嚣张。 你听好了,我是杨玄武,记住这个名字吧,这将成为你的噩梦。 他将会成为一片天,永远凌驾于你之上。 之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的人太多了,可最终都被我踩在了脚下。 你也不例外,想多挑战,就出手吧。 林轩冷哼,对方的嚣张,让天阳族的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有一名大汉走了出来,说道,师兄,让我先试试,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 如果他连我都打不过,他根本不配让师兄你出手。 也好,那你就先出手,去吧。 杨玄武并没有立刻出手。 他身边的这个大汉,实力也很强。 虽然只是出城的真神,但是却拥有极其可怕的力量。 背后一柄神符,更是能够开天辟地,那是天火神符。 大汉走了出来,一声冷笑。 他身形变大,化成了一个百米的巨人。 手中的天火神符,更是绽放出璀璨无比的光芒。 上面有着无数的神火,在闪烁。 他冷声喝到,灵无敌受死。 浩强的气息啊,无数的人都惊呼起来。 没想到,天阳神族随便走出来一名弟子,都拥有这样的实力。 这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这些荒谷神族,真的是高手如云,强者如雨啊。 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灵轩朝着对方瞥了一眼,下一刻,并指如剑,一剑就斩向了前方。 手指之上,带着混沌的气息,体内那一道龙脉,在龙爵的力量之下,快速地凝聚。 这一剑,强到了极致,虚空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 震天般的声音传来,那火焰神符,被一剑斩断。 巨大的斧头,从天空中落了下来,斩在了大地之上。 高达百米的天阳族强者,身躯被劈成了两半。 神血化成了血海,在天地之间飞舞。 庞大的身躯,倒在了地上,击碎了天地。 这一幕,让无数人都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那些观战者,震撼无比。 林无敌轻轻挥手,就打败了一个强大的真神吗? 甚至,还破碎了一剑神器。 对方的剑气,又变强了吗? 对方在剑道上的造诣,太可怕了。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同样也惊呆了。 什么情况? 他们的同伴败了吗? 刚才那一剑,吓了他们一跳。 他们冷汗都低落下来了。 火焰长发的女子,咬牙说道, 这是大龙剑的力量,一定是这个样子。 只有大龙剑,才这么厉害。 这小子竟然一上来,直接动用大龙剑了吗? 看样子,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杨玄武也是怒了,他袖袍一挥, 无边的火焰,化成了一团火焰,迅速落在了这大汉身上。 将大汉破碎的身躯愈合。 那顿大汉恢复过来之后,低下头,说道, 师兄,我败了。 没什么,他动用的是大龙剑, 你败得不冤。 退回去吧,我亲自出手。 所有人都以为,林轩刚才那一剑, 动用了大龙剑的力量, 是最强的一剑。 所以,才能造成如此效果。 林轩根本就没动用大龙剑, 这只是混沌体, 加龙脉的力量, 所形成的威力。 真正的绝世剑道, 他还没施展呢。 小子,你竟然一招打败我的师弟, 你惹怒我了, 我也会一招打败你。 让你见识一下, 我天阳神族,真正的厉害。 他仰天怒鹤, 身上的天阳神符, 快速地飞舞, 朝着他的天灵盖凝聚, 化成了一柄天阳神剑。 后方,暗红神龙快速地说道, 小子,你小心点。 他的这道剑气, 非常的厉害, 能够打碎我的阵法。 没用的, 你提醒晚了, 我的天阳神剑, 会将它定在虚空之中。 天阳神剑, 从对方的天灵盖上飞了出来, 朝着前方飞去。 璀璨的光芒, 席卷天地, 所有人的身躯都颤抖起来。 这一剑, 真的是太强了, 化成了众人眼中的永恒, 没有人能抵挡这一剑。 神域的那些弟子, 心中也是担心, 林公子, 能不能抵挡住呢? 要不要, 动用我们弟脉的力量, 来保护林公子啊? 我看, 还是开启我们的古老阵法吧。 他们也觉得, 林轩有可能挡不住。 至于那些观战者, 同样叹息。 这一剑的威力, 比之前还要强大, 恐怕林轩要落败了。 这就是你的最强一剑。 林轩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微微摇头, 你也太弱了。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林轩同样打出一剑。 诸天剑法, 十二重天, 林轩身上的剑气, 不停地飞舞。 九天之上, 风云变幻, 化成了十二片苍天, 落了下来。 每一片苍, 天都是一柄神剑。 十二重天, 十二柄神剑, 足以镇压一切。 轰轰轰。 两人的神剑, 在空中碰撞, 剑气吞没了一切, 四周化成了混沌虚无。 众人什么都看不见了,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 玄武师兄是不会败的, 败的一定是林无敌。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混沌之中, 传来了破碎的声音。 太好了, 看样子, 是林无敌的神剑破碎了。 还真是够可笑的, 他连几秒钟, 都支撑不住吗? 他和玄武师兄的差距, 真的是太大了。 这些人冷笑连连。 可是, 很快他们, 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发现, 天地间的火焰, 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 一道身影倒飞了出来。 那道身影, 身躯破碎, 血染苍空, 正是杨玄武。 这怎么可能? 玄武师兄, 竟然受伤了。 天阳神族的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傻了。 他们不敢相信, 就如同做梦一般。 周围那些观战者,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林轩, 林轩又赢了吗? 太不可思议了吧。 林无敌, 真的是太逆天了。 他一次又一次地, 创造了奇迹。 我说了, 你太弱了。 你让我很失望。 林轩冷哼一声, 我千里迢迢赶来, 就是对付你这样的垃圾吗? 以后, 天阳神族就不要出来, 丢人现眼了。 林轩的话, 让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都疯了。 尤其是杨玄武, 他更是无法相信, 他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他强势而来, 镇压万古。 他想的就是, 将林轩踩在脚下。 可是, 他没想到, 他竟然会被林轩, 一招打败。 这巨大的落差, 让他无法接受。 尤其是对方的话, 更是让他疯狂。 可恶的家伙, 你要付出代价。 天阳神徒, 九转神火。 血脉, 开。 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杨玄武身上爆发, 席卷诸天。 逆剑狂神, 第7542章, 破而后立。 实力突破。 杨玄武真的是疯了, 他不顾一切地, 施展了血脉的力量。 他体内的神血, 不停地翻滚。 四次之后, 达到了一个极限。 他的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提升, 身上化成了一幅神图。 此刻的他, 就仿佛化成了一尊荒谷巨人一般, 强大到了极点。 看样子, 师兄要拼命了。 天阳神族那边的人, 都紧张起来。 神域的人, 同样脸色苍白, 这也太可怕了吧。 这股力量, 完全超越了之前。 似乎一道气息, 就能够横扫他们。 哦, 要拼命了吗?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眯起了眼睛。 不过, 你有资格跟我拼命吗? 你不要太嚣张。 杨玄武冷哼一声, 我以血脉全开, 现在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之前。 要是之前, 我能找到三眼金屋, 我的血脉还能提升, 达到五转神火。 到那个时候, 我一巴掌, 就能够拍死你。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面前嚣张? 去死。 杨玄武怒吼, 他的手掌, 再次落了下来。 那方天阳神徒, 环绕在他的掌心之中, 绽放着神秘莫测的气息。 哼! 绝世的力量爆发, 朝着林轩笼罩而去, 仿佛要将林轩彻底地吞没。 我要亲眼看着你毁灭。 杨玄武神情争宁。 你说三眼金屋的力量, 是指这种力量吗? 面对这么可怕的攻击, 林轩也是出手了。 他大手一挥, 在他身上, 有着可怕的火焰飞了出来, 在他面前, 化成了一道又一道火焰剑气。 十万八千道火焰剑气, 在天地之间翻滚。 随后, 化成了一只又一只金屋。 这不是普通的金屋, 而是太古金屋的幻影。 不但如此, 在这些金屋的眉心, 都有着一个竖着的眼睛, 此刻, 缓缓地睁开。 十万八千道眼睛, 一起睁开, 照亮了九天十地。 那股可怕的气息, 化成了永恒的光芒, 席卷上仓。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力量? 也太强大了吧。 神域的人惊呼起来,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更是头皮发麻。 他们不停地后退, 对方身上的火焰, 竟然给他们一种致命的威胁。 火焰头发的女子, 惊呼起来, 是三眼金屋, 这是三眼金屋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三眼金屋非常的吸手, 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 可是, 追踪了好长时间, 都没有得到。 最终功亏一篑, 你怎么可能得到呢? 他们实在是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拥有这种力量? 杨玄武也是惊呆了, 他的神情都变得猙獰, 他的眼睛都红了。 林轩笑道, 自然是从荒谷区域得到的。 该死的, 你抢走了三眼金屋, 这原本是属于我的力量。 杨玄武真的是疯了, 难怪, 他找不到三眼金屋, 原来是被林无敌给抢走了。 属于你的力量。 林轩听后也是笑了, 你算什么东西? 你配得到这种力量吗? 我见到三眼金屋的时候, 他身边一道身影都没有, 怎么就属于你的力量了? 你怎么不说, 整片荒谷都属于你? 林轩冷哼一声, 催动了十万八千只金屋。 每一个三眼金屋的眉心之中, 都飞出了一道火焰光芒, 化成了一道剑气。 十万八千道剑气, 横扫天地, 杀向了前方。 这是林轩自创的金屋剑法, 施展出来, 威力真的是太强大了。 在这里, 他可以全力地动用大龙剑魂, 再配合着那无坚不摧的力量, 当真是横扫一切。 杨玄武, 瞬间就被漫天的剑气, 给笼罩了。 他身上的天阳神徒, 绽放出无尽的神道光芒, 无数的血脉火焰, 在上面不停地释放。 可是, 依然抵挡不住。 没多久, 天阳神徒便被冻穿了。 杨玄武的身躯, 同样也被冻穿。 他倒飞出去, 血染长空。 他被定在了虚空之中, 凄惨至极。 所有人, 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傻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天阳神族那边的强者, 脸色变得惨白无比, 他们身躯不停地颤抖。 连他们强大无比的玄武师兄, 都落败了吗? 那可是小城真神呀! 而且刚才的攻击, 是拼命一击。 连血脉之火, 都释放出来了。 可即便这样, 还是败了吗? 对方的剑, 真的是太强了。 强到让人难以想象。 暗中有一名老者, 他是一个大城真神, 他是杨玄武的守护者。 不到生死危机时刻, 他是不会出手的。 天才是需要保护, 但是, 天才也需要磨练和战斗, 只要杨玄武不死, 他就不会出手。 可是现在, 他真的快忍不住了。 这样下去, 杨玄武必死无疑。 深吸一口气, 他准备出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杨玄武却是发疯一般的咆哮。 啊, 我不服。 我来自于神族, 我拥有荒谷的血脉, 我拥有无上的力量,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我不服? 我不甘心。 九转神火爵, 给我运转。 杨玄武发疯一般的咆哮, 他真的是疯了。 他如同受伤的妖兽一般, 不停地怒吼。 他身上的那些神血, 并没有低落, 反而快速地翻滚了起来, 化成了一团团火焰,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符文。 师兄, 想要干什么?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红发女子哭着说道, 师兄, 请助手这样下去, 你会灰飞烟灭的。 是啊, 师兄, 助手吧, 不是你弱, 而是那小子运气好。 如果是你得到三眼金屋的力量, 你早就赢了。 可是, 不管这些人怎么相劝, 杨玄武根本就不听, 此刻的他, 早已被血色的火焰, 给笼罩了。 那些火焰, 以一种极其神秘的轨迹, 在运行。 一次, 两次, 三次, 速度越来越快, 到最后, 眨眼之间, 就有上百万次。 杨玄武的身躯, 再次破碎, 他似乎要彻底地裂开。 要失败了, 天阳神族的人绝望了, 大乘真神也要动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 所有的血色火焰, 全部飞入到了杨玄武的体内。 下一刻, 天阳神徒再次浮现了出来, 变得更加璀璨。 杨玄武身上的伤, 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一股毁灭巴荒的力量, 浮现了出来。 一声怒吓, 那由三眼金屋, 所形成的金屋剑气, 全部被震碎了。 九转神火, 第五转, 成了。 杨玄武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林无敌, 我还得多谢你。 让我的九转神火炬, 再次提升。 如果没有, 你要我感受到致命的危机, 我也不会这么快, 就能够突破。 现在的我, 已拥有无上的力量。 你还不跪下等死? 一声怒吼, 神火席卷巴荒, 破灭一切。 逆剑狂神, 第七千五百四十三章, 刹那间, 开创绝世神通。 玄武师兄, 突破了神局, 再上一层, 太好了。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再次欢呼了起来。 之前他们的真的绝望了, 他们高高在上的荒谷血脉, 抵挡不住林无敌的剑道吗? 这让他们无比地崩溃。 如今, 他们又看到了希望, 玄武师兄, 没有败。 不但如此, 反而在危机中突破了, 这就是他们荒谷神族的天才。 让这个时代的人, 瞪大眼睛, 好好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赋无双? 不好, 神域的那些人, 脸色却是变得无比地难看。 他们感受到, 这股火焰的力量, 身躯都有些颤抖。 像叶无道, 古三通, 他们的眉头, 也是紧紧的皱起。 慕容清晨, 更是担心极了。 即便隔着阵法,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那股可怕的火焰气息。 暗红神龙更是咬牙切齿, 该死的, 他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怎么可能, 在这个时候突破呢? 远处观战的那些人, 更是被这股火焰的力量, 压得匍匐在地。 似乎一道气息, 就能够让他们灰飞烟灭。 荒谷神族的血脉太强大了, 简直是难以想象, 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 恐怕林无敌也不行了吧。 他的剑再强, 也难挡荒谷火焰。 杨玄武更是居高临下, 他真的是太激动了。 之前的他一度绝望, 到心都快碎了。 没想到, 最后的关头, 他竟然突破了。 他现在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 他感觉, 现在似乎一只手, 就能够将对方拍翻在地。 你拥有三眼金屋的力量, 又如何? 你现在, 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跪下受死, 不然, 我让你生不如死。 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微微惊讶, 竟然能够突破, 实在是出乎预料。 他笑道, 你是个天才, 值得我认真对待, 接下来, 我会施展出 真正的绝世剑刀。 听到这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什么意思? 难道之前的十万八千只金屋, 并不是真正的绝世剑刀吗? 难道林无敌, 之前没动用大龙剑魂的力量。 这不可能吧? 单凭他自己的力量,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他肯定, 已经动用大龙剑魂的力量了。 死到临头还嚣张。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冷笑连连, 他们可不相信对方的话。 在他们看来, 林无敌的实力, 不能再提升了。 除非, 对方也是临时突破。 可是, 对方有这种天赋吗? 对方有这种血脉吗? 对方根本没有资格突破。 杨玄武也是冷哼一声, 愚蠢的东西。 那你就施展出, 你真正的见到吧。 我要看看, 能不能够挡得住我一巴掌。 说完, 他抬起了手掌, 朝着下方拍了过去。 所过之处, 火焰风暴席卷八方, 整片乾坤, 化成了虚无,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林轩周围的虚空, 也是不停地破碎。 林轩眼看就要, 被这股灭世的风暴给吞没了。 哈哈哈哈, 看你怎么死。 天阳神族的人, 得意之极。 蝼蚁, 就是蝼蚁, 即便你运气好, 得到了神火,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最终, 你还是会被我踩在脚下。 放心, 我不会立刻杀了你, 我会好好地折磨你, 我要夺走你所有的宝贝, 包括大龙剑。 杨玄武高高在上, 仿佛他已经胜利了。 林轩冷哼一声, 这一次, 他不但施展了金屋剑法, 也动用了大龙剑魂的力量。 一道低沉的龙吼声, 在他体内响起, 那绝世的剑刀, 飞舞而出。 三眼金屋? 横空出世! 林轩一剑挥出, 七星龙渊绽放出璀璨之极的光芒。 又是金屋剑法, 不过, 这是金屋剑法中的绝世神通, 无数的火焰在天地间凝聚, 全部飞入到了七星龙渊之上。 随着七星龙渊的落下, 那些火焰快速地凝聚, 化成了一只三眼金屋。 这和之前十万八千只金屋不同, 这只三只眼金屋, 极其地可怕, 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眼眸之中, 极其地灵动。 哇! 古老的金屋展翅飞翔, 横空出世, 快速地朝着天空中飞了过去, 和对方的手掌碰撞在一起, 惊天动地毁灭苍穹。 一击之后, 骨头破碎的声音传来, 杨玄武的手掌断裂开来, 化成了血污。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倒飞出去, 他身上再次布满了裂痕, 甚至很多神火都被三眼金屋打得熄灭。 他再次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都傻眼了, 怎么可能? 杨玄武不是神诀突破了吗? 不是实力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吗? 怎么可能又败了? 天阳神族的人都疯了? 落败的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师兄? 对方的剑道怎么可能还能提升?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杨玄武发疯一般的咆哮, 他怎么可能败了? 而且还身受重伤。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 你也燃烧了血脉的力量? 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林轩收回了长剑, 叹息一声。 刚刚创造的神通, 有很多破绽, 算不上是完美。 只能发挥出这样的威力了。 不然的话, 这一见之下, 你必死无疑。 杨玄武彻底地待在了那里, 大脑空白, 对方临时创造的神通。 骗谁呢? 你以为, 神通是大白菜呢? 还能临时创造? 这肯定是你, 苦修了几万年的绝世神通。 苦修几万年?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一万岁。 如果是我真正的绝世神通, 你承受得起吗? 林轩又是一剑挥出, 天空之中, 太极图浮现了出来, 落下了无数的剑气。 那是太极神剑。 黑白剑气化成龙, 朝着下方冲了过来。 这威力, 比那还要强大。 毕竟这是林轩, 已经修炼了很多年的的神通了。 那威力, 当真是强大到了极点。 杨玄武的身躯, 颤抖了起来。 他发现, 在这股剑气之下, 他丝毫没有抵挡之力。 他的身躯, 不停地破碎。 这才是对方真正的力量吗? 他和对方的差距, 竟然如此大吗? 他落下了绝望的泪水。 一直以来, 他高高在上, 不将对方放在眼里。 哪里想得到, 他竟然如此的可笑。 在对方真正的力量面前, 他渺小得如同蝼蚁。 不, 我还不能死。 救我! 杨玄武一声咆哮。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 虚空突然破碎, 一颗拳头划破了虚空, 带着更加可怕的火焰力量, 飞了过来, 落在了黑白巨龙身上。 将黑白巨龙轰飞出去, 那巨龙火裂开, 化成了无数的剑气, 散落四方。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有人能一拳轰飞灵无敌的剑? 究竟是谁? 逆剑狂神 第7544章 大城真神出手。 林轩的剑是多么的强大。 那黑白之龙, 足以让小城真神绝望。 可是现在, 却有人能够一拳打碎黑白神剑。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林轩也是愣住了。 下一刻, 他脸色大变。 他感受到一股庞然大物般的气息, 浮现了出来。 那股气息, 给他一种十分致命的危机。 这种危机非常的少见。 比如龙武, 比如之前的无上者, 圣天真神, 都无法给他这种危机。 而像大天师那样的存在, 才可以给林轩这样的危机。 难不成, 这里有一个大天师级别的存在吗? 杨玄武得救了, 他松了一口气。 随后, 他怒吼说道, 杀了他, 我要让他灰飞烟灭。 我不能再让他活下去了。 他望向了林轩, 眼中带着可怕的杀意。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那股超强的力量, 再次爆发。 那颗拳头, 这一次化成了手掌, 朝着林轩落了下来。 手掌就如同一方天牢, 瞬间就将林轩给笼罩了。 周围的虚空, 被洞穿, 一股绝世的力量, 封印了那方天地。 这速度之快, 力量之强, 林轩根本来不及逃走。 不好,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神域的那些人, 面色大变。 大家一起出手。 慕容倾城惊呼一声, 打出凤舞九天, 七彩凤凰, 席卷天地。 夜无道, 古三通, 暗红神龙, 他们也是一起出手。 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那股力量, 同样非常的可怕。 然而, 这种绝世的力量, 落在了那方苍天大手之上, 却瞬间被轰飞出去。 苍天大手, 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依然屹立在天地之间, 上面, 没有一丝裂痕。 怎么会这么强啊? 慕容倾城等人, 都绝望了。 这事, 超越了一切的力量, 快请神域的高手帮忙。 慕容倾城开始求救。 哈哈哈哈, 杨玄武得意地大笑起来, 别费力气了, 知道这是什么力量吗? 这是大成真神的力量, 凌驾于一切之上。 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谁也就不了灵无敌。 大成真神? 暗红神龙等人都绝望了。 大成真神的力量, 多么的可怕。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要知道, 他们可是有一尊, 大成真神级别的武器, 紫月顶。 光是一件武器, 就让他们仰望, 更别说真正的大成真神了。 那股力量, 足以横扫一切, 恐怕就算九爷回来, 也抵挡不住吧。 灵轩能抵挡得住吗? 灵轩虽然拥有大龙剑, 和轮回剑的力量, 可是, 面对大成真神他, 又能发挥出多少呢? 哼, 愚蠢的东西, 还敢跟我们神族叫板。 你知道我们荒谷神族的抵御, 有多强吗?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都冷笑了起来。 远处的那些观战者, 更是跪倒在地, 那手掌的力量, 让他们头皮发麻。 他们眼中也带着一丝绝望, 他们知道, 林无敌死定了, 没有人能抵挡住这股力量。 那只大手非常的果断, 根本不给神域救人的机会。 他形成一方天牢之后, 立刻就合起了手掌, 一股毁灭般的力量, 瞬间就撕碎了虚空。 灵轩的混沌万灵体,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不得不说, 大成真神的力量, 真的是太强了。 超越了他的极限。 不过, 对方想杀他, 也没那么容易。 灵轩还有一些底牌, 他可以和大龙剑魂融合, 他也可以动用仙牌的力量。 一声怒吓, 灵轩身上的混沌气息, 不停地爆发, 他准备跟对方拼命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天地间, 又响起了一道可怕的声音。 敢对我而动手, 即便你是大成真神, 也不行。 老东西, 受死! 这道声音, 是在灵轩体内响起的, 刚开始并不响。 可是, 很快灵轩体内, 便出现了一个漩涡。 紧接着, 一道声音飞了出来。 而这道声音, 也随之传遍了诸天万剑。 天空破碎, 大地裂开, 一只更加可怕的拳头, 杀了出去, 落在了这苍天大手之上。 轰的一声, 惊天动地的声音传了过来, 就如同两片宇宙, 碰撞在一起。 无数的大裂痕, 瞬间便飞舞八方, 整片虚空, 彻底地破碎了。 无数的混沌, 仿佛要吞没一切。 所有人都惊呆了, 林无敌, 能抗衡大成真神了吗? 开什么玩笑呀? 天阳神族的人傻眼了, 神域的人也是猛了。 这不是林轩的力量。 就连林轩, 也是无比的惊讶。 下一刻, 他狂喜起来。 他知道这是谁的力量了, 这是他父亲的力量。 他父亲回来了。 之前, 林战通过亘古之地, 进入到了战神一族。 这战神一族, 也是荒谷时期的神族, 十分的可怕。 林战拥有战体, 身上的战力非常的强大。 仿佛天生的战神, 非常适合战神一族。 林战就前往了战神一族。 从那以后, 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没想到, 如今林战回来了。 而且, 力量变得如此的强大, 都能够抗衡大成真神了。 太好了! 林轩笑了。 父亲回来了, 他无需动手。 哄! 今天的声音, 仍然在继续。 那手掌上面出现了裂痕, 手指破碎, 白骨断裂。 这只手掌, 被直接打飞了出去, 在空中, 落下了无数的神血。 而在远处的虚空之中, 一名老者, 瞬间就冲了出来。 他的眼睛, 如同两颗太阳一般, 望穿了天地, 死死地盯住了前方。 他冷冷地说道, 这不是大龙剑的力量。 你也不是林无敌。 你是谁? 这名老者, 真的是太震惊了。 要知道, 他可是一名大成真神啊。 他的实力多么强大, 就算是林轩拿着大龙剑, 攻击他, 都不一定能破开他的防御。 可是现在, 却有人能一拳将他打伤。 来人绝对不简单, 究竟是谁? 斗战神? 不对。 斗战神的力量, 比这还要强。 神域还有什么隐藏的高手吗?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都朝着林轩望去, 只见林轩身边的虚空破碎, 一道身影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十分神武的男子, 身形高大, 屹立在那里, 就如同一尊绝世的战神。 他的眼神, 极其的凛冽, 就如同战刀一般, 目光锁过之处, 一切灰飞烟灭。 这人是谁? 好强! 远处的观战者惊呼, 天阳神族的人, 也是吓傻了,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神域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微微一愣, 下一刻, 他们狂喜起来。 是他! 他回来了! 逆剑狂神, 第7545章, 吴! 林轩! 你是谁? 为何要出手管我的事情? 你想和天阳神族为敌吗? 对面的那名老者冷声喝道, 速速离开, 我饶你不死, 否则, 太阳神族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吴! 林轩! 敢对我而出手, 我看你们不想活了吧?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背后的天阳神族如何, 今天你必死无疑, 出手吧, 我给你一次先出手的机会。 林战大手一挥, 强势之急。 这是林轩的父亲。 周围的那些人, 听到这话的时候, 都惊呆了, 传说中的那个男人, 回来了吗? 父亲变得好强, 林轩也是激动无比, 对面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则是怒了。 那名老者, 更是冷笑一声, 我倒是谁, 原来是小蝼蚁的父亲, 你也只不过, 是一个厉害一点的蝼蚁而已, 在我们荒谷神族面前, 你还没有嚣张的资格, 刚才是我大义, 如今我全力出手, 你必死无疑, 你想死, 我成全你。 对面的火焰老者, 冷哼一声, 他身上环绕着, 极其可怕的火焰, 仿佛要毁灭天地, 如同一尊火神一般, 朝着林战, 快速地杀了过来, 大手横空, 仿佛要拍碎乾坤, 周围的虚空, 瞬间就破碎了, 远处的那些人, 也是大口的吐血, 快退, 这些观战者吓傻了, 之前林轩和杨玄武的战斗, 虽然厉害, 让他们颤抖, 可是, 还不至于让他们受伤, 现在却不同了, 那火焰老者一出手, 身上的气息, 就让他们受到了重伤, 如果再不逃走, 恐怕他们会在这种火焰之下, 灰飞烟灭, 他们发疯一般地, 逃向了远处, 这一击,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仿佛一座火焰山, 爆发了一般, 上青城的阵法,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上面的光芒, 变得明暗不定, 阵法里面, 慕容清城等人, 紧张到了极点, 大成真神的力量, 太可怕了, 不知道林战前辈, 能不能抵挡得住呢, 说实话, 就连林轩, 也有一丝紧张, 林战却毫不在意, 他眼眸之中, 散发着一股可怕的光芒, 他大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他的身形猛然, 变高, 在他背后, 更是出现了模糊的影子, 就仿佛远古的战神一般, 可怕的气血之力, 席卷天地, 他就如同一尊天地熔炉, 那股力量, 让人绝望, 林战的拳头, 狠狠地轰了出去, 天崩地裂, 毁灭万古, 对面火焰老者, 无比地震惊, 他的身躯都颤抖了起来, 他身上的火焰, 以及快的速度熄灭, 这不可能, 他发疯一般地咆哮, 轰的一声, 他的手掌被瞬间打碎了, 他的身躯被打飞出去, 在半空中裂开, 化成了一片血污, 这一刻, 所有人都吓傻了, 跑到远处的那些观战者, 直接跪下了, 大成真神被一拳轰碎, 这是何等的场面, 简直如神话传说一般, 慕容清城等人, 也是愣住了, 好强呀, 他们满脸的震撼, 就连赶来的李寻仙, 女皇大人, 黑山等人, 也是吓住了, 这股力量, 也是大成真神, 没想到, 林战再次回来, 已成大成真神, 看样子, 对方应该是在战神族, 得到了逆天的造化, 林轩同样也笑了, 看样子,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而对面的天阳神族, 则是梦了, 这怎么可能, 杨玄武发疯一般地咆哮了起来, 这名老者, 是他的护道者, 是一名真正的大成真神了, 对方身上的力量, 何其的可怕, 毫不客气地说, 对方身上的一道火焰, 就能够让他灰飞烟灭, 在他看来, 对方要杀林无敌, 简直是一如反掌, 可是没想到, 林轩不但没死, 反而, 背后还出现了一尊盖世强者, 而这尊强者, 竟然轻易地打伤了大成精神, 这种变化, 太突然了, 也太震撼了, 让他一时之间, 难以接受, 天空中的血雾, 不停地翻滚, 渐渐地又化成了一道人影, 正是火焰老者, 虽然他恢复了身躯, 但是, 脸色却是无比的难看, 他眼目之中, 有着愤怒的火焰, 在跳动, 然而, 他的身躯, 却是在微微颤抖, 他没敢轻举妄动, 而是咬牙说道, 你怎么可能, 这么强大, 是你太弱, 林战大秀一挥, 陈生说道, 你的实力, 只有这些吗, 那你准备好受死了吗, 林战确实怒了, 他眼中浮现了杀意, 对方一个大成真神, 竟然对他的儿子林轩动手, 如果他不来的话, 林轩能抵挡得住吗, 就算不死, 恐怕也是重伤吧, 甚至有可能, 会直接陨落, 林战作为父亲, 怎么可能忍受呢, 他下了杀意, 对方是大成真神, 又如何, 对方来自于荒谷神族, 又如何, 对方必死无疑, 下一刻, 他再次出手, 一颗拳头, 宛如蔑视的末盘一般, 朝着前方挥了出去, 速度并不快, 可是, 所过之处, 却能够磨灭世间的一切强敌, 这种无上霸道的力量, 让人绝望, 退到极远处的那些观战者, 根本站不起身来, 那股气息, 让人颤抖, 甚至, 远处山脉中的那些强大的妖兽, 也是, 发出了惊恐的吼叫, 他们全部匍匐在地上, 今天的战力, 和霸道的力量, 真的是太强大了, 能够轻易间磨灭一切, 无尽的宇宙之中, 有着一颗又一颗星辰, 每一颗星辰, 都是一个世界, 这些星辰世界里面的舞者, 此刻全部抬头望天, 有一些陆地神仙, 冲天起, 他们遥望远方, 好可怕的力量, 好恐怖的战役, 是何方神圣在出手, 下一刻, 整片天地晃动了一下, 这些陆地神仙, 从天空中摔了下来, 他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压倒在地, 他们身躯颤抖, 满脸的惊恐, 这股力量也太强了吧, 隔着无尽的虚空, 就能够对他们, 造成如此危险, 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 谁人能敌, 是荒谷神族的盖世强者, 在出手吗? 欺人太甚, 对面的火焰老者, 怒吼一声, 天阳神徒, 他身上的火焰, 不停地凝聚, 在他的双手之间, 化成了一片神徒, 在天地之间旋转, 那方神徒之中, 有着浩瀚的太阳在绽放, 化成了一头又一头太阳般的神兽, 他们咆哮之后, 整片天地, 仿佛都要裂开了, 这方神徒, 朝着前方席卷去, 想要将灵战镇压, 杨玄武,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笑了, 太好了, 长老认真了, 长老施展的, 是他们天阳神族的盖世神通, 这种力量, 对方绝对抵挡不住, 逆剑狂神, 第7546章, 站, 横推一切, 可怕无比的天阳神徒, 再次出现在天地之间, 比之前杨玄武施展的, 要强大了百倍, 这才是真正的神族力量, 强大到了极点, 让人颤抖, 让人绝望, 神域的那些人, 即便隔着阵法, 也是感受到, 一次致命的危机, 李寻仙, 女皇大人等人, 神情凝重到了极点, 荒谷的底蕴, 太可怕了, 灵战似乎毫不在意, 他依然施展, 那蔑氏般的拳头, 朝着前方横推了过去, 下一瞬间, 两者碰撞在一起, 哄, 哄, 天空瞬间就裂开了, 出现了无尽的黑色裂痕, 在那裂痕之中, 有着可怕的火焰, 在飞舞, 还有着一些雷霆, 浮现了出来, 就宛若雷劫一般, 天阳神族, 杨玄武等人, 都被震飞出去, 他们身躯裂开, 大口吐血, 仅仅是这股能量的余威, 他们都抵挡不住, 林轩也是化成一道剑光, 退到了远处, 他回到了上青城的古城之中, 说实话, 这种级别的力量, 他也抵挡不住, 太强了, 大臣真神吗? 他握住了拳头, 总有一天, 他也会进入到这个境界, 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 林轩施展轮回眼, 望向了前方, 下一刻, 他发现前方出现了变化, 天地间的裂痕, 更加的可怕了, 远方的苍穹, 瞬间破碎, 那道大裂痕蔓延, 而一道身影, 则是倒飞了回来, 伴随着这道身影的, 还有一道血色的天河, 在飞舞, 天河之中, 带着极其可怕的火焰力量, 仿佛一千道火神天河, 倒飞出去的, 竟然又是那火焰老者, 这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连天阳神族, 也抵挡不住吗? 天阳神族, 杨玄武等人, 都给跪下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们的老祖宗, 被完全地压制了吗? 做梦, 我们一定是在做梦, 他们发疯一般的怒吼, 可是, 却无法改变眼前的事实, 火焰老者大口地吐血, 身躯裂开, 他眼中, 带着无限的震惊, 他竟然不是对手, 他的天阳神徒, 再一瞬间, 就被对方给轰碎了, 双方之间的差距, 竟然这么大吗? 难道真的如同对方所说, 他太弱了吗?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火焰老者发疯一般的咆哮, 体内的血脉之力, 再次爆发, 一道道血色的符纹, 出现在他的身上, 修补着他的伤势, 他再次恢复如初, 他止住了后退的步伐, 他站在了天地之间, 他的白发, 开始变, 变得乌黑, 脸上干枯的皱纹, 也是缓缓地消失, 他仿佛由衰老, 变得年轻, 时光在他身上, 就如同倒流了一般, 下一刻, 他变成了一个, 英俊无比的年轻男子, 在他的眉心, 有着一个, 极其神秘而复杂的火焰符文, 冰冷的声音, 在天地间响起, 九转神火绝, 第七转, 血脉, 开, 就如同之前的杨玄武, 拼命一般, 这名火焰老者, 此刻也是真正的怒了, 他不惜消耗自己的血脉之力, 来提升自己的力量, 他的九转神火绝, 比杨玄武的, 更加可怕, 杨玄武, 只能施展到第五转, 然而这老者, 却能够施展第七转, 他获得的血脉力量, 远远地超过了杨玄武, 他周围的虚, 空出现了可怕的火线在焰, 在天地之间飞舞, 虚空再次破碎, 万物世界末日一般, 与此同时, 在他身边, 出现了可怕的幻影, 渐渐地凝聚, 化成了一方火焰的世界, 那是火神的世界, 他不停地变大, 笼罩了无数的虚空, 仿佛要吞掉整片苍穹, 在这火焰世界之中, 出现了一道道火焰宫殿, 火焰宝塔, 殿与楼阁, 甚至还有火焰的森林, 山脉, 以及火焰妖兽, 而这其中, 只有一道身影, 屹立在那里, 正是这火焰老者, 他站在自己的火神世界之中, 如同无上的主宰, 冰冷的目光, 望向了下方, 下一刻, 他手一挥, 火神的世界落了下来, 杀向了灵战, 瞬间便将灵战给笼罩了, 不好, 见到这一幕, 女皇大人脸色一变, 他说道, 这世界, 是由对方的法则大道组成的, 在对方的世界中, 灵战的力量, 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旁边的李寻仙, 也是目光闪烁, 或许, 他也有着自己的大道事件, 前方, 灵战被瞬间笼罩了, 周围那可怕的火焰, 不停地朝着他袭击, 打在他身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一些火焰被轰飞, 然而, 更多的火焰飞舞了过来, 那些火焰, 化成了一头又一头神兽, 张牙舞爪, 朝他扑了过来, 火焰老者, 更是居高临下, 冷冷地说道, 你太嚣张了, 你竟然敢, 只身身进入我的火神世界,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他手一挥, 背后无尽的神火凝聚, 化成了一只火焰大手, 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那手掌之上, 有着无数道火焰符文, 在闪烁, 复杂到了极点, 上面带着荒谷的力量, 可怕的火之法则, 还有天阳神族的血脉力量, 多种力量融合在一起, 仿佛要毁灭万物, 这一掌落下, 恐怕一方星空, 都将灰飞湮灭, 面对这样的攻击, 临战抬头望天, 眼眸之中, 带着一丝凌冽的战意, 下一刻, 他抬起了手掌, 再次朝着前方轰了过去, 李寻仙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面色一变, 不好, 他并没有施展大道世界吗? 那样一来, 他的力量, 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没用的, 你的力量是强, 但血脉太差了, 你根本不知道血脉的压制, 有多么的厉害, 在我的世界里面, 你也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力量, 现在的我, 要杀你, 易如反掌, 火焰老者, 神情无比的冰冷, 要知道, 他可是消耗血脉的力量, 才拥有了如今的状态, 这个状态, 能持续一段时间, 接下来, 他会进入几万年的虚弱期, 这种代价, 所获得的力量, 极其的强大, 根本不是对方能够想象的, 火焰老者大秀一挥, 更多的血脉力量, 飞舞了过去, 那只火焰手掌, 凌空落下, 上面神火腾腾, 照耀九天, 所过之处, 燃烧了一切, 这一刻, 他仿佛化成了永恒之光, 世间的一切, 在他面前, 都显得暗淡, 灵战依然神情冰冷, 他的拳头, 划破天空, 所过之处, 周围的那些火焰, 在一瞬间就熄灭了, 下一刻, 他落在了那大手掌之上, 整只火焰大手, 以极快的速度, 晃动了起来, 上面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痕, 逆剑狂神, 第七千五百四十七章, 九天神火, 化成神剑, 那只火焰大手掌, 带着神道的力量, 荒谷的力量, 和血脉的力量, 可怕到了极点, 然而, 在这一拳之下, 却是快速地崩溃, 烟消云散, 就如同烟花一般, 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之后, 便消失不见, 火焰老者, 彻底地愣在了那里, 他大脑空白, 眼神空洞, 发生了什么, 他的绝世一击, 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这是怎样的力量, 对方的极限在哪里, 难道对方真的胜不可测, 这一刻, 火焰老者的内心, 是无比崩溃的, 杨玄武等天阳神族的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吓傻了, 原本他们得以知己, 想要看着对方灰飞烟灭, 可是现在, 他们脸上的笑容僵固,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震撼, 是惊恐, 是深深的畏惧, 林无敌的父亲, 怎么会这么强, 这也太逆天了吧, 林战一拳, 轰碎了对方的绝世力量, 他冷笑一声, 你的攻击不过如此, 还有, 你以为你的火神世界, 能压制得住我吗, 太愚蠢了, 看我破碎了你的火神世界, 他再次挥动拳头, 打向四面八方, 他的拳头并不快, 每一拳落下, 都仿佛要毁天灭地一般, 整个火神世界,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上面出现裂痕, 无尽的火焰森林破碎, 山脉裂开, 远处的那些火神宫殿, 更是灰飞烟灭, 这种蔑视的景象, 让所有人震撼, 该死, 你敢, 火焰老者发疯一般的咆哮, 对方攻击的, 不仅仅是他的火神世界, 更是他的大盗, 是他的血脉, 他无法忍受, 他发疯一般的咆哮, 九天神火, 化为神剑, 一声咆哮, 老者身后的神火, 不停地飞舞, 在他面前快速地交织, 化成了一柄, 绽放着璀璨光芒的神剑火焰, 老者双手持剑, 力劈而下, 临战毫不畏惧, 迎击而上, 一拳开天, 当的一声, 惊为飞舞, 火焰绽放, 金戈铁马般的声音, 撕碎了天地, 而那九天神剑, 断裂两半, 火焰老者, 更是被一拳震退出去, 他的双手裂开, 化成血污, 该死的, 我不相信, 他吸收火焰世界的力量, 恢复双手, 火神弓, 给我镇压, 在他背后, 出现了一座火焰的宫殿, 上面有着无尽的神纹, 绽放着神秘莫测的气息, 这火神弓的威力, 比之前的九天神剑, 还要可怕, 他强势地落了下来, 释放着毁灭般的气息, 这一刻, 无尽的虚空位置晃动, 上苍之地, 风起云涌, 似乎都承受不住, 这股力量, 灵战仰天大笑, 他的手掌, 不再是拳头, 而是五指张开, 抓向了天空, 他的手掌, 依然如常人般大小, 可是, 奇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那巨大恢弘, 如同天宫一般的火神殿, 却是已即快的速度变小, 落在了灵战的掌心之中, 灵战的手掌之中, 则是出现了更加神秘的变化, 上面竟然出现了, 日月星辰, 这是什么神通, 也太可怕了吧,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就连灵轩, 也是无比的震撼, 好神秘的力量, 灵战的手掌, 就仿佛一方世界, 里面的日月星辰, 不停地攻击, 火神弓, 灰飞烟灭, 化成了一团火焰, 在他的掌中熄灭, 火焰老者大口地吐血, 满脸的惊恐, 怎么可能, 他的绝世神通, 在对方面前, 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他真的是疯了, 我不相信, 万火之力, 归于我心, 神火九转, 我为神, 随着他一声令下, 整个火焰世界,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出现了无数道火焰神光芒, 火焰世界, 开始崩溃分解, 而化成的那些神光, 全部飞入到了, 那老者的身上, 这一幕, 极其的可怕, 就仿佛万千神火流星, 全部飞向了火焰老者, 他们飞入到老者体内的时候, 便化成了一个又一个, 神秘的火焰符文, 烙印在了对方的体魄之上, 火焰老者仰天咆哮, 杀, 他如绝世火神, 快速杀来, 一掌落下, 万火齐出, 灵战周围的虚空, 瞬间破碎, 化成了混沌, 无尽的火焰, 将他给吞没了, 我来自于荒谷神族, 我高高在上, 我万古不败, 火焰老者疯狂地咆哮, 他的手掌不停地拍出, 似乎想要将对方, 打得灰飞烟灭, 无尽的火焰之中, 灵战的手掌, 却再次叹了出来, 那掌中世界, 绽放出神秘的光芒, 所有的火焰, 全部飞入到了对方的手掌之中, 而这个过程, 所有的火焰, 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小, 到最后, 就连那火焰老者, 也被这股力量给笼罩了, 他被一股力量拉扯着, 飞入到了灵战的手掌之中, 在他头顶, 是日月星辰, 就宛如一颗又一颗世界一般, 不停地旋转, 想要将他磨灭, 火焰老者疯狂地咆哮, 你能打碎我的世界, 我一样, 能打碎你的掌中世界, 给我破碎, 他发疯一般的怒吼, 在这一刻, 他甚至不惜燃烧神血脉, 在这种疯狂的攻击之下, 日月星辰, 真的晃动了起来, 上面的光芒, 都变得暗淡, 太好了, 杨玄武等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仰天大笑, 长老要冲出来了, 神域, 林轩等人, 却是紧张到了极点, 林战大喝一声, 还想出来, 做梦吧, 这就让你灰飞烟灭, 他体内的湛血, 不停地爆发, 一道洪亮的声音, 滑破虚空, 指掌日月天地星,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无尽的湛血, 全部涌向了他的手掌, 他的掌中世界, 那日月星辰, 瞬间爆发出极其可怕的光芒, 而林战的手掌, 则是快速地合拢, 众人听见了世界毁灭的声音, 他们听见骨头破碎的声音, 还有那火焰老者, 凄惨的声音, 该死的, 给我挡住, 咔咔咔, 神谷在断裂, 鲜血在飞舞, 九天在破碎, 无尽的裂痕遍布, 血雨都飘洒了下来, 这是盖世强者, 陨落的天地异象, 难道这名大乘真神, 要陨落了吗? 那名火焰老者, 眼中终于浮现了惊恐, 他再也顾不得什么, 全力地燃烧自己的血脉之力, 他仿佛化成了一尊盖世的火神, 他想要冲出去, 然而, 依然没有用, 这是一股绝世的力量, 将他的身躯撕碎, 磨灭他的血脉, 甚至让他灰飞烟灭,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傻眼了, 一尊大乘真神要陨落,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灵战这是要逆天吗? 逆见狂神, 第七千五百四十八章, 击杀, 真神大乘, 杨玄武等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疯了, 他们发疯一般地冲了过来, 他们还没靠近, 便被灵战身上的气息, 给轰飞了出去, 大口地吐血,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们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那名大乘真神, 灰飞烟灭, 天地之间血雨遍布, 天地异象可怕至极, 所有人都猛了, 一尊大乘真神, 就这样地在他们面前, 灰飞烟灭了吗? 怎么感觉, 那么地不真实, 我们赢了吗? 就连神域的那些人, 同样也是惊呆了, 这胜利来得太突然了, 杨玄武他们, 则是完全吓傻了, 他们疯狂地咆哮, 你竟然敢杀我们的大乘真神, 天阳神族不会饶过你的, 哼, 神族又如何? 我等你们来挑战, 我灵战, 坐镇于上清城, 坐等天下来战, 洪亮的声音, 传遍了四面八方, 灵战根本就不在意, 但是, 他要挑战所有的荒谷神族, 诸天万界, 无尽的星辰, 所有的舞者, 都惊呆了, 他们抬头望天, 望着那血色的气息, 他们惊恐之极, 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陨落? 怎么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天地异象? 光是那股气息, 就让陆地神仙颤抖绝望, 是真神陨落, 而且, 不是一般的真神, 因为一般的真神, 在这股力量之下, 也要颤抖, 最终, 消息传了出来, 大成真神陨落, 当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周天万界的人都惊呆了, 大成真神, 那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传说中的人物, 这样的人也会陨落吗? 究竟是何方神圣在出手? 那些观战者, 从上青城离开了, 他们将消息传了出去, 一时之间, 无数人得知了消息, 他们目瞪口呆, 是神域的人在出手, 神域的灵战, 强势归来, 击杀了天阳神族的大成真神, 苍天啊, 神域还有这么可怕的存在吗? 无数道惊呼的声音响起, 灵战这个名字, 传遍了诸天万界, 更加震撼的还在后面, 因为这灵战传来了消息, 要坐等天下来战, 这是在于荒谷神族叫板吗? 众人一阵发猛, 因为就在不久前, 几大神族联手, 去了上青城, 要挑战灵无敌, 虽然落败, 但是, 仍然让无数人震撼至极, 荒谷神族的目标很大, 他们的目标大龙剑, 甚至有可能是神域, 虽然灵战赢了, 但是, 当时出手的, 只是出城的真神, 这在荒谷神族, 都只是一般的弟子, 众人知道, 当荒谷神族那些真正强者, 出手的时候, 灵无敌抵挡不住, 神域也抵挡不住, 甚至他们觉得, 用不了多久, 这些荒谷神族的真正强者, 就会出手, 然而, 荒谷神族还没出手, 灵战却强势出手, 击杀大成真神, 挑战所有神族, 这真是太强势, 太嚣张了, 以前我一直觉得, 灵无敌嚣张, 可是, 现在看到灵战之后, 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嚣张, 你还不知道吧, 这灵战, 就是灵无敌的父亲, 他们可是一脉相承, 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是父子, 众人恍然, 这灵无敌的父亲, 也太强了吧, 对方难不成, 也是天下武剑的传人, 不, 据说这灵战, 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血脉, 只是一身的战力滔天, 对方就仿佛, 绝世的战神重生一般, 那股力量, 让人绝望, 一时之间, 诸天万界, 无数的家族和门派, 都在打探和收集灵战的消息, 荒谷神族得到这消息的时候, 瞬间就怒了, 说实话, 他们起初不相信, 有人疯了吧, 敢挑战他们所有神族, 不过, 等他们得知所有消息的时候, 他们脸色难看起来, 神域还真是找死啊, 以为回来一个大成真神, 就敢跟我们叫板了吗? 真是可笑之极, 之前对付灵无敌, 矮于面子, 只能够派出一般的真神, 这一次, 终于能够派出, 我们真正的力量了, 大成真神, 我们荒谷神族有不少, 而且, 每一个都拥有通天彻地的力量, 血脉强大无比, 神爵浩瀚之极, 我就不信, 这灵战能抵挡得住, 天阳神族, 也太废物了吧, 还是我们出手吧, 魔神族, 吞天神族的人, 冷笑连连, 甚至太虚荣族的人, 也准备出手, 最为愤怒的, 就是天阳神族的人了, 他们的脸彻底地丢尽了, 他们的一尊真正强者, 竟然被击杀了吗? 虽然他们族内的大成真神, 不止一尊, 可是, 每一尊大成真神, 都是宝贝, 绝对不允许陨落的, 现在, 不仅有大成真神陨落, 而且, 还是被神域的人斩杀, 甚至, 还叫板挑战他们, 这已经不是打他们的脸了, 这是在狂踹他们的脸呀, 这个灵战太嚣张了,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派我们大成真神境界, 最顶级的强者前往,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天阳神族的那些强者, 怒吼连连, 他们彻底地怒了, 他们要雷霆一击, 要击杀灵战, 神域的那些人, 也是慌了, 灵战是不是, 有些自信过头了呢? 对方刚回来, 或许不太清楚, 荒谷神族的底蕴吧, 甚至就连灵轩, 也是有些担心, 他说道, 父亲, 要不我把大龙剑借给你? 不用, 灵战摇头说道, 我的这一双拳头, 足以横推一切, 雪儿, 把我离开之后的事情, 告诉我吧, 接下来, 灵战了解到了很多的事情, 有些他听到之后, 激动无比, 有些他听得热血沸腾, 有一些他听了, 则是满脸的冰冷, 杀气腾腾, 尤其是, 当他听到, 灵轩被这些荒谷神族, 围攻的时候, 他更是怒了, 看样子, 我这挑战是对了, 雪儿, 你放心, 卫父帮你报仇, 这些荒谷神族,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灵战眼中, 浮现一抹灵练, 父亲, 你现在究竟是什么失恋, 灵轩有些担心, 他在太虚龙族, 待过一段时间, 他知道, 这些荒谷神族的底蕴, 有多么的强大, 那可是, 有真正的神王存在, 除此之外, 大成真身有不少, 甚至还有巅峰真神, 这样的阵容, 更加的可怕, 灵战却是笑道, 你放心, 我已联系斗战神, 如果有神王出手, 斗战神,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至于神王之下的人, 我还没怕过谁, 我虽然是大成静谨, 但是, 我的极限在哪里, 我还真不知道, 说实话, 我很期待, 有一尊巅峰真神前来, 看看能不能够, 让我发挥出最极限的力量, 逆剑狂神, 第7549章, 天道神雷, 荒谷神族非常的愤怒, 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他们从各自的家族之中, 选出了大成真神级的强者, 朝着上清城出发了, 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在天地之间飞舞, 整个宇宙都沸腾了, 诸天万界的人,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头皮发麻, 荒谷神族反击了, 这一次派的, 肯定是大成真神, 甚至有可能, 会比大成真神更加的可怕, 这将是绝世一战, 有可能亿万年来, 都难得一见, 如今有机会见到,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 走, 快去上清城, 去上苍之地, 见证这一战, 宇宙中的那些星辰世界, 有着无数道身影飞了出来, 朝着上清城飞去, 所有人都在行动, 风云汇聚上苍之地, 上清城, 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 席卷而来, 整个古城,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要知道,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赶紧开启了地脉, 这才镇压住一切, 上清城, 绽放出极其古老的阵法光芒, 笼罩了一切, 挡住了这股可怕的压力, 然而, 神域的这些人, 神情却是无比地紧张, 灵战能抵挡得住吗? 灵战似乎毫不在意, 他龙行虎步, 屁腻八方, 他的目光遥望远方, 洞穿了天地, 终于来了吗? 我的战血已经沸腾, 荒谷神族, 不要让我失望, 哼, 天地晃动, 无尽的火焰, 席卷四面八方, 笼罩了大片的虚空, 这一刻, 上苍之地, 仿佛化成了一片血海, 尤其是那上清城, 更是被无尽的火焰笼罩, 这些火焰, 化成了一颗又一颗太阳, 席卷天地, 上清城的阵法, 抵挡住了这些公鸡, 将那些火焰震飞, 然而, 天空中的那片火海, 并没有消失, 从那火海里面, 走出来一尊又一尊身影, 他们强大之极, 身上带着炙热的气息, 滔天的神火, 仿佛可以毁灭万物, 他们正是天阳神族的人, 这一次, 他们是来报仇的, 一定要将灵战击杀, 不但如此, 他们还要抓住灵无敌, 将对方击杀, 并且夺走对方身上的大龙剑, 如果有可能, 他们会撕开上清城, 将上清城里面的武者, 全部击杀, 让这里灰飞烟灭, 让所有人知道, 荒谷神族的怒火, 是多么的可怕, 哄, 从那无边的火焰之中, 飞出来一只手掌, 铺天盖地, 拍向了下方, 无尽的虚空破碎, 这一掌的力量, 恐怖如丝, 从宇宙各地, 赶来的那些观战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差点没吓死, 他们发疯一般的后退, 太可怕了, 这股力量, 隔着无尽的虚空, 都让他们身躯颤抖, 如果靠近的话, 他们恐怕会, 顷刻间灰飞烟灭, 有一尊真神惊呼说道, 这是天阳族的盖世强者, 这是大成真神的力量, 好可怕, 其他的那些舞者, 头皮发麻, 还有真神说道, 我感受到那片火焰之中, 不止一尊大成真神的气息, 不知道这一次, 天阳神族, 派来了多少强者, 这还没有完, 在无边的火焰之后, 可怕的黑色的漩涡, 吞没了天地, 所有人知道, 这是吞天神族的人来了, 除此之外, 无尽的龙影在飞舞, 有可怕的火龙, 冰龙, 雨龙, 还有雷霆神龙, 一道道龙影, 破碎八方, 那股强大的血脉力量, 让无数的舞者颤抖, 匍匐在了地上, 太虚龙宫的人来了, 滔天的魔器席卷, 魔神族的人同样到来, 一尊尊身影, 横扫天地, 他们身上的力量, 可怕至极, 众人感受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疯了, 这些观战者中, 除了这个时代的人, 还有一些太古时代的人, 甚至, 还有一些远古时代的强者, 也伴随着荒谷的复苏, 而苏醒, 这其中, 有一些远古家族, 实力同样非常的可怕, 远超这个时代, 当然, 比不上这些顶级的荒谷神族, 他们族内也有一些真神, 这些真神惊呼连连, 说实话, 他们面对一个荒谷神族, 都已经绝望了, 面对这么多荒谷神族, 恐怕他们早就灰飞烟灭了吧, 这一次来的, 可不是普通的真神呀, 是大成真神, 那样的力量, 将横扫一切, 灵战再强, 也抵挡不住, 甚至, 神域也抵挡不住, 谁是灵战, 滚出来受死,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一个如同太阳天神般的身影, 走了出来, 他身上有着可怕的神火, 在飞舞, 在他背后, 无边的火焰更是凝聚, 形成了一方大印, 那上面, 会着无尽的太阳幻影, 仿佛是万火之力, 凝聚形成的, 有些真神惊呼起来, 这是赤阳真神, 他的赤阳神印, 极其的可怕, 一旦落下, 可破碎天地万物, 没有什么人能够抵挡, 在大成真神中, 他都是极其可怕的存在, 我也很想见识一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敢挑战我们魔神一族, 有人冷哼,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无数黑色的气息飞舞, 这些魔器, 化成了魔剑, 洞穿了天地, 众人头皮发麻, 又有人惊呼起来, 这是魔剑真神, 他的剑, 非常可怕, 一剑斩出, 万古破灭, 恐怕就算灵无敌, 拿着大龙剑, 都挡不住他的一道剑气, 魔剑真神袖袍一挥, 一道黑色的剑气, 瞬间便飞向了远处, 只见上苍之地的虚空, 瞬间就破灭了, 放眼望去, 一切都化成了虚无, 这一剑, 绝对能将一方星系, 劈成两半, 一方星系, 可是有着上意的星辰, 也就是说, 对方一剑能够灭掉, 上意的世界, 哄, 天空之中, 虚空破碎, 一道爪子, 带着无尽的雷霆, 抓向了下方, 所有人的身躯, 在这颤抖了起来, 这是巨龙的爪子, 而且是雷霆巨龙的爪子, 上面的龙道力量, 极其的可怕, 有人惊呼起来, 这是雷霆龙神, 太虚龙宫那边的人, 冷笑连连, 我们雷霆龙神, 在荒谷年间,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他出生的时候, 有极其可怕的天地异象, 据说手中带着一道天道神类, 众人听后都惊呆了, 那得是什么样的力量, 这血脉, 也太可怕了吧, 他们望向了, 天空中那庞大的龙爪, 心中惊恐之极, 这雷霆龙神, 也太可怕了吧, 这绝对是盖世的强者, 何止啊, 也有荒谷神族的人冷笑, 我们的赤阳真神, 魔剑真神, 可不弱于他, 什么, 都是这么恐怖的存在吗, 那些观战者听后, 愣在了那里, 神域的人, 满脸的绝望, 荒谷神族也太强了吧, 就连灵轩, 都是无比的紧张, 逆剑狂神, 第七千五百五十章, 古阳, 怎么来了这么多强者, 神域的那些人都绝望了, 灵轩也是神情无比的凝重, 而灵战却是一步踏出, 望向四方, 他淡淡地说道, 只有这些人吗, 你们谁先来, 或者, 你们可以一起, 他言语中, 毫不在意, 这嚣张的口气, 彻底地震撼了四方, 宇宙中来的那些观战者们, 都惊呆了, 这个灵战, 到底知不知道, 面对的是怎样的存在, 难不成, 他能够抗衡得住, 开玩笑吧, 那赤阳真神, 雷霆龙神, 是多么的可怕, 我感觉, 大成真神中, 没人能挡得住, 除非巅峰的真神前来, 才能挡得住吧, 这灵战再强, 恐怕也不是对手, 让我来杀他, 一道冷喝的声音响起, 天阳神族那边, 率先有人走了出来, 出来的并不是赤阳真神, 而是他的弟弟, 古阳真神, 古阳真神, 同样是一尊大成真神, 他的实力, 也是无比的强大, 还是少年的时候, 这古阳真神, 就有一个天大的造化, 他曾经闯进过一个古老的洞服, 那个洞服, 竟然是上一个纪元的盖世强者, 留下来的, 他在那里得到了一种力量, 使得他的血脉, 变得极其的古老, 从那以后, 他的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一路高歌, 到达了大成真神, 甚至前途无量, 众人猜测, 他极有可能, 会成为一尊神王, 古阳真神走了出来, 望向前方, 在他背后, 出现了一颗古老的太阳, 这个太阳, 和目前宇宙中的太阳, 还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太阳, 带着上一个纪元的力量, 他望向了灵战, 冷冷地说道, 敢杀我们天阳神族的人, 天上地下, 谁也就不了你, 滚过来, 受死吧, 救你, 灵战眼中浮现一抹失望, 你不行, 你不是我的对手, 让那个人来, 他指向了赤阳真神, 找死的东西, 你敢小看我, 古阳真神, 顿时便沉下了脸色, 他一声怒喝, 强势出手, 其他那些人, 也是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望着古阳真神, 对方但凡畏惧低头, 那么, 对于他的气势, 打击太大了, 甚至对于天阳神族, 也是毁灭的打击, 古阳真神, 绝对不能后退, 不但如此, 他还要以最强的力量, 强势斩杀对方, 古阳震神的拳头轰了过来, 带着极其可怕的火焰气息, 背后那个古老的太阳, 更是绽放出, 璀璨无比的光芒, 笼罩了整片天地, 黄黄天威, 朝着前方压了过来, 远处的那些人, 身躯颤抖, 他们的力量, 仿佛要融化了一般, 不但如此, 这古力量, 传到了宇宙之中, 有着无数的星辰, 都沸腾了起来, 仿佛要在这古力量之下, 灰飞烟灭, 面对这么可怕的攻击, 临战冷哼一声, 他出手了, 他的拳头, 带着无上的力量, 一往无前, 狠狠地冲了过去, 下一瞬间, 两颗拳头, 碰撞在一起, 天崩地裂, 无数的日月星辰, 都被掀翻了, 整个天地泯灭不定, 大裂痕遍布, 仿佛要灭食一般, 还好, 这是在上苍之地战斗, 如果是在宇宙中, 仅仅是这一击, 恐怕一芳星系, 会瞬间灰飞烟灭, 甚至有可能, 一方星欲都会破碎, 一方星欲, 那可是拥有百亿星辰的世界, 那是多么的广阔浩瀚, 在面对这种力量的时候, 似乎根本无法抵挡, 可以想象, 这两个人的力量, 有多么的强大, 咔咔,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漫天的火焰摇晃, 古阳真神, 被震退了出去, 它踩碎了虚空, 每一步落下, 都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连接着宇宙, 甚至上苍之地附近的星辰, 都被这股力量, 给直接踩碎, 竟然受伤了吗? 众人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惊呆了, 古阳真神竟然落到了下风, 天阳神族的那些人, 脸色大变, 就连赤阳真神的眉头, 也是微微的骤气, 情况似乎不太好, 其他那些大成真神的眉头, 也是紧紧的骤气, 这古阳真神, 虽然不是最顶级的大成真神, 但是, 也是非常厉害的了, 得到了上一个纪元的力量, 童阶中, 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可是现在, 一上来就被打伤了, 这灵战, 果然不是徒有虚名, 对方的嚣张, 是有底气的, 古阳真神仰天怒吼, 断裂的手臂, 快速地恢复, 他再次杀了过来, 这一次, 背后那古老的太阳, 快速地融入到了他的体内, 他身上, 绽放出一万道光芒, 就仿佛化成了一尊金身, 他的拳头, 再次杀了出去, 如大刀阔斧, 横扫乾坤, 虽然只是第二招, 但是, 古阳真神, 已经在拼命了, 他绝对不能够再退了, 就这一招, 极尽升华, 将所有的力量, 融合在了一拳之中, 他要一拳轰杀对方, 对方的拳头, 更是古老无比, 神秘的符文遍布, 化成了一道道大道神链, 环绕四方, 同时, 还有一股浩瀚的声音响起, 就仿佛一尊古神在咆哮, 这股声音, 让那些真神, 都是汽血翻滚, 就连那些大成真神, 也是神情名重无比, 他们都开始进行抵挡了, 灵战手当其冲, 战, 一声怒吼, 宛若战神在咆哮, 他的拳头, 再次挥舞了过去, 这一拳的威力, 更加的可怕了, 一往无前, 不死不灭, 灵战身上, 虽然没爆发出什么可怕的光芒, 然而, 那股气势, 真的是太强了, 整片天地, 伴随着他的动作,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上苍之地, 其他的那些古城, 也是微微地晃动, 古城里面的那些强者, 遥望远方, 满脸的震撼, 轰轰, 两者再次碰撞在一起, 惊天的对决, 浩瀚的力量, 毁掉了一切, 以两人为中心, 一股蔑视的力量, 席卷八方, 这一刻, 众人都在逃跑, 直到过了好久, 前方的黑洞, 才缓缓地消失, 那些神族的强者, 胆紧凝神望去, 战况怎么样了, 神域的人, 也是紧张至极, 下一刻, 他们看见, 在那破碎的虚空之中, 站着一道身影, 对方站在那里, 宛若绝世的战神, 神武无比, 是灵战, 神域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反而神族的那些人, 则是惊呼起来, 怎么可能, 他们发现, 谷阳真神已经倒下了, 他的身躯破碎, 白骨浮现出来, 他的气血早已蒸发, 消耗殆尽, 只留下了一只破碎的残骸, 他没有死, 他的灵魂, 已经如同灯火一般虚弱, 就这一拳, 已经被打成, 重伤垂死的状态了吗, 灵战究竟可怕到什么地步, 荒谷神族的人, 目瞪口呆, 火oshop 二 customers 水 氏 万灯尽 小速 sprayed 山 未经过 感谢观看